副总统赖清德在他的个人YouTube频道上面发布了最新影片 内容是分享他当兵萨部队的时候 抽中了俗称金马藏的外岛签 而服役的期间不止卫生检查得到了高评价 在退伍之际还获班房区的十大优秀军官 回顾广的经历他兴奋开心 牵起的脸上 头戴军帽手握军刀 副总统赖清德秀出几十年前当兵时的帅照 一身笔挺制服看起来霸气十足 如今他透过影片回顾军旅生活 在那边抽签要下部队 签抽出来的时候 现场还没有抽签的人都鼓掌 感谢我因为我抽到284 部队在金门 我卫琴学校两个月 其他的时间都在金门 我那时候就是从高雄寿山搭开口校 到金门廖罗湾二十几个小时 大家都吐了 哇 很惨 竟然抽中俗称金马奖的外岛签 医学院毕业的赖清德 后来担任卫生牌排长 还得一面负责太武山驻军的医疗工作 负担繁重却表现优秀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 装备检查都是部队最重视的一项工作 2844又车告我们度5赢 因为他打了分数几分你知道吗 零缺点等于是满分 这零缺点 然后我结束就是金门要退伍 我那时候有得到宋新年指挥官 颁发防区十大优秀军官 从下部队飘扬到外岛服役 在讲到退伍前 荣获防区十大优秀军官 赖清德用军旅回忆 让民众了解军人辛劳 也向国军致敬 拉近距离 解冲不到